引狼入室 董卓其实是被袁绍召唤进京的 没错 下达命令的是何进 出主意的却是袁绍 袁绍出着馊主意 则原本是为了要挟何太后 也是为了给何进撞胆 说白了就是借刀杀人 可惜这把刀并不在袁绍的手上 董卓却早就盼望 有这么一纸诏书 董卓是不折不扣的西北军阀 此人屡历过人 能左右开宫 从小就跟羌族的豪帅来往 后来靠着军功平步青云 扶摇直上 在汉陵帝去世时 做到了并州的周牧 周牧就是一州的军政长官 东汉制度 县上是郡 郡上是周 周官有刺史 也有周牧 刺史从理论上讲 只是监察官 周牧却集军政 行政 财政之权于一身 相当于清代的总督 比现在的大军区司令 更有权威 这是封疆大吏 也是一方诸侯 所以后来的袁绝 曹操 刘备 孙权 包括蜀汉丞相 诸葛亮 都要担任或兼任周牧 董卓能够担任并周牧 当然因为有实力 所以他也不听朝廷的摆布 朝廷要他入京做官 他不去 要他交出兵权 更不肯 他的说法竟是 士兵与自己相处日久 难舍难分 自己则既无老谋 又无壮士 只好愧对皇上 这当然是托词 实际情况是 董卓早就看出 东汉王朝行将就牧 因此拥兵自重 以观十遍 也因此 他刚一接到和进的命令 就知道机不可失 不但立即上路 还发表了 义政词严的宣言 老谋和壮士 请客之间就都有了 如此反常的态度 便让杀猪出身的 大将军何进 也不能不胡疑 他的办法竟是 派人宣兆 要董卓停止前进 可惜 请神容易送神难 董卓哪里肯听何进的 只不过见来人大意凛然 才暂时驻军 洛阳成熙的西洋亭 结果 当洛阳城大火熊熊燃起时 董卓立即命令部队开拔 并与逃难的小皇帝和护驾的群臣 狭鹿相逢 小皇帝看见董卓 哇的一声就哭了 群臣也大喝一声 皇上有诏 董卓退兵 董卓却嗤之以鼻 主公身为国家栋梁 不能匡振王室安定设计 害得皇上流离失所 有什么资格说退兵 大臣们面面相去 没有一个人打话 于是董卓打马上前 向皇帝请安 询问情况 小皇帝刘便哭哭啼啼 语无伦次 不得要领 再问旁边九岁的陈刘王刘协 则一五一十 对答如流 董卓笑了 他伸出双手对刘协说 小王爷 我是董卓 来来来 让我抱抱 骑我的马回宫去 刘协谢绝了 与董卓兵马而行 据说就在这时 董卓起了更换皇帝的心思 这当然靠不住 没错 董卓试军阀 却不等于没脑子 他出进洛阳的时候 兵马其实只有三千 于是 董卓就让这三千人 每天晚上便装出城 第二天再换上军装 大张旗鼓开进来 一连数日天天如此 结果人人都以为 他有千军万马 董卓忽悠成功 与此同时 他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那就是 京城里面的那些家伙 其实并不难对付 于是 董卓决定来一个 更大的动作 一举建立 自己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这个动作就是 换皇帝 公元189年9月28日 陈刘王刘邪 被立为大汉天子 视为汉县帝 少帝刘变 则被废为洪农王 并在四个月后被杀 董卓又得手了 然而此事却耐人寻味 因为皇帝患得非常仓促 可以说 董卓刚刚入京 就立马把皇帝给换掉了 于是我们不禁想问 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这可是只有董卓 才能回答的问题 也许 他的想法很简单 你们不是都怕皇帝 都听皇帝的吗 如果我连皇帝都能换 还怕你们不听我的 何况 废掉了少帝刘变 就可以废掉何太后 而刘邪是没有什么太后 可以临朝的 他的生母王美人 早就被何太后毒死 有孤儿 无寡母 天下岂非就是董卓的 可惜董卓没有想到 这样一来 他就成了众矢之地 因为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 君为陈刚 皇帝乃异国之本 岂能动摇 谁要随便换皇帝 谁就是乱臣贼子 因此董卓的费力 就遭到了强烈抵制 董卓却不管不顾 他在大臣会议上说 当年大将军霍光费昌一网 大司农田延年就按着剑说话 今天也一样 有不同意的 军法从事 这可真是军阀作风 其实平心而论 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 他进洛阳 也不是为了当军阀 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 他甚至知道 要依靠士族 因此大规模的 为党雇之祸的受害者平反 任命了一大批 当年受宦官迫害的 名士为官员 他自己从西北带来的老部下 反倒只能担任下级军官 这倒是难能可贵 可惜 事与愿违 士族并不愿意跟他合作 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 比如 他想请名士蔡雍出山 蔡雍便称病不救 董卓的办法居然是派人告诉蔡雍 我这个人喜欢灭人家族 蔡雍只好道经 最后被王云所杀 看来 董卓虽然也想依靠士族 重建帝国新秩序 却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 自己又不按牌里出牌 结果是 新秩序没能建立 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天下大乱 已在所难免 事实上 在经历了前面说过的那场大动乱后 外妻和宦官都已经无法重温旧梦 这时 如果董卓是士族 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 历史也许就会被改写 可惜 董卓却把自己变成了士族更为痛恨的对象 包括许多被他任命提拔的官员 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掘墓人 此刻 引狼入室的袁绍 又该作何感想呢 没有史料记载 袁绍的想法 但他与董卓确实有过一次正面冲突 起因则正是换皇帝 董卓虽然专横跋扈 也知道如此大事 需要有人支持 袁家四世三公 袁绍的叔叔袁伟又是当朝太傅 董卓便把袁绍叫来商量 袁绍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董卓勃然大怒 以手按键骂道 臭小子 天下大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 老子要干的事 谁他妈的还敢反对 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快是不是 袁绍也不含糊 他说 普天之下 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块吗 说完 也拔出刀来 横刀长衣而去 当天 袁绍就逃出京城 直奔冀州 我们同样无法知道 袁绍当时的想法和心情 也许这短短一个月的巨变 开始让他成熟起来 至少他应该明白了一点 在这个非常的动乱时期 门第名望等等 都是没有用的 管用的只有枪杆子 谁掌握着枪杆子呢 军阀 把中央政府搞得名存实亡的 又是谁呢 也是军阀 因此 无论自救还是救国 都得把自己变成军阀 事实上 袁绍就这么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